暑假結束了 老師讓每個同學上台發表 分享暑假去哪裡玩 花花分享去公園玩 小明分享去動物園玩 琪琪分享去香港的迪士尼玩 他們去的地方都比不上我 因為今年媽媽特別帶我去很遠很遠的法國 等一下我說出來 同學一定會很羨慕我 我剛剛說的這個故事是陪爸爸上班 故事的整個內容是描述 暑假結束後幼兒園老師 希望同學分享他們的暑假生活 一位同學他覺得去法國很遠 同學都沒有去過 他覺得很得意 但是他有一個同學上台去分享的時候 卻是暑假陪著他的爸爸媽媽 去工地打工 他也沒有辦法出去玩 他聽了他的故事之後 心裡面有很多的感觸 他很少陪他的爸爸上班 他也不知道他爸爸上班辛苦不辛苦 所以他就改變了 他原本要去講法國的故事 變成了其中一天他媽媽帶著他去陪他爸爸上班的故事 這本繪本其中有一張圖 父母親或老師在看到這一頁的時候 先不用把裡面的字唸出來 而是可以直接問學生 讓他們好好的去觀察這一張圖 這一張圖是小新跟他的妹妹 還有陪著他爸爸媽媽在工地打工的時候 中午把紙箱打開鋪平 直接在地板上睡覺 老師或家長可以繼續追問 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 你有什麼樣的感覺 通過觀察這個圖 以及老師跟學生不斷的追問討論 互相的交流 大家就可以學會觀察的能力 訴說的能力 以及去描述一個故事的能力 這樣就可以深化小孩跟學生的多元的能力 而最為哼ops 啬哲 将嘻學 нашей圖 做嚏onie 哨音 隙 從